楊佳太極拳 楊佳太極拳早已享誉於世 這是楊成虎的相片 他是使楊佳太極拳傳佈各地的一位太極拳大宗師 他在1934年去世 那時他已經傳授了不少弟子 而鄭曼清先生是在他眾多弟子之中極富天分的一位 這拳不像其他一般運動重視肌肉發達 而是追求全身和內臟各重要器官的健康 這只要求練習的人每天早晚約七到十分鐘的練習 不需要任何運動器材 一人或多人都可以練習 這點是極少其他運動可以比擬的 這點是楊佳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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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在宋代末年 武當山有位修道之士 名叫張三豐的 他曾因觀看蛇鶴相鬥的動作 而悟出了一個以柔克剛的觀念 從而孕育出一套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運動 與武術 他又把老子所說的以天下之至柔 持成於天下之至剛 以及孔子的中庸之道融合於健身與武術 而這也符合了現代的物理、哲學、心理方面的觀念 下面是一些在練習太極拳時的基本要領 一、頭部要保持正直 即拳論所說的頂頭拳 二、雙手及雙肩都要放鬆 三、雙竹必須平貼地面 四、全身放鬆 五、呼吸時氣沉腹部 六、雙手雙足 五、接隨腰跨而運轉 這樣可以使全身完整一氣 七、要移動無有不動 肢體不可個別運動 兩、兩、魚、狂小小小小的角色 一、真休爾 兩、四、雙肚子 一、雙肩都要化 一、雙肚子 练拳的时候,眼神平视,身体要保持平衡,舒适 自始至终,动作迅速要均匀平稳 全身重量要放在一只脚上,做好中定 郑先生形容练习太极拳,要想象似在陆地上游泳 心意只要如此想法,这样就可以培养肢体的协调能力和灵敏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